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虾肝跟萝卜一起煮您可能是第一次听说 让我们一起来跟铁钢师傅学学吧 您需要准备好白萝卜 鲜虾 盐 糖 味精 小苏打 葱 姜等调料 还有豆浆 难道这豆浆是用来煮虾肝萝卜的吗 虾肝煮萝卜 但是咱们这个没有虾肝啊 咱们这不是鲜虾吗 既然说到虾肝煮萝卜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要做虾肝 用鲜虾来做虾肝 没错 好的 好 我们呢 把这个鲜虾呢 先要处理一下 我们把这个虾须 虾须剪掉 对 虾腔跟这个虾眼睛呢 齐着给它搅下去 来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虾呀 在购买的时候 它也是分季节的 大量上市的时候呢 很便宜 大概也就是十块钱左右一斤 我明白了 我们可以多买一些回来 没错 把它做成虾肝 对 谁吃谁用 说这个现成的虾肝呢 超市里面也有卖 但是呢 这个虾肝呢 大概得有三十多块钱一斤吧 这个就比较便宜了 没错 好 我们呢 买一点盐 这个盐呢 当然要多一些 有这么多盐啊 一碗盐啊 没错 但是呢 我们这个盐啊 炒完虾肝以后呢 还可以继续利用 你盐来做虾肝 把这个盐呢 要给它炒热 盐呢 有温度了 我们就把虾呢 给它直接放在上面 虾呢 我们来处理这个 萝卜 萝卜 萝卜可是好东西 我们家啊 最长寿的老人 现在83岁的 我外婆 她最喜欢吃的 就是萝卜了 她经常说啊 这个萝卜是 歌风一声脆 能活百来碎 刚说起来 这个萝卜 还真的是好处多啊 它有顺气 消食的一个作用 而且萝卜里边啊 也不含粗纤维 是吧 铁钢哥 没错 说到这个顺气 有那么一句话 这个萝卜揪热茶 气日待不满叠盘 还有什么这么说 没错 不过我也听说 说这个萝卜 如果是说 有人在吃上 人参这样滋补品的时候呢 最好就不要再吃萝卜了 因为萝卜是顺气的 对 而这个人参是补气的 没错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十八反 把萝卜呢 切成丝 现在这个盐了 感觉不像盐了 颜色已经微黄了 这个呢 就证明 盐的 这个吸收了 虾的鲜味了 哦 您刚才说 这盐我们还能 接着用是吧 对 没错 你比如说我们 腌这个咸菜呀 或者说是腌这个 这个辣椒啊 都可以 诶 想想也是 因为这盐 还有这个虾的鲜味 对 没错 好 我们呢 把这个萝卜 给它呢 接着怎么做呢 来 加入盐 撒一下它的水分 但是呢 加入盐的同时呢 要加入一点苏打 为什么要叫苏打 苏打不是就叫 面粉里边的吗 这儿呢 一会儿呢 吃起的这个萝卜 才会有香气 哦 我明白 您这个苏打粉 也是把这个萝卜的 辛辣味给去除掉 是吧 没错 对 您看这个怎么样了 好 熟了吗 你看 这个表面呢 盐全脱落了 而且呢 成半透明状了 就可以了 你看 来 水分呢 已经出去差不多了 吸收了 你别看这个盐 它变颜色了 但是你这个盐呢 鲜 因为它有虾肉 这个鲜 对 你比如说我们腌泡菜啊 或者腌咸菜啊 什么的 不可以用啊 就是这个盐 我们还可以接着在 对 没错 好 我们呢 把这个虾呢 剪出来 看 很干 看看这个虾干 是吧 还真是 虽然就是一会儿的功夫 然后我们这个虾干就做成了 没错 好香啊 现在真的是 满屋都是这个虾肉的这个香味 一般咱们这个虾干 做好之后 能够放多长时间啊 这个虾干啊 只要您保存得大 半年都没有问题 放半年 下面呢 我们给它出一下水 把这个虾干呢 来 放在里面 然后呢 我们把腌好的萝卜 也给它放在里面 来 去除它的萝卜味 嗯 那现在咱们碰煮这个萝卜和虾干 这个豆浆还没搁呢 哎 豆浆不要着急 啊 烤菜胡泡完 什么时候放豆浆呢 说实话 这个萝卜和虾干 而且里面要喝豆浆 我真的特别期待 这个出来会是什么味道 哎 我们的这边 已经开始冒泡了 好 这个煮透 这一定要煮透 一般大约要煮多个时间 嗯 大约 煮个三五分钟吧 嗯 你看 萝卜呢 已经成半透明状了 哦 这个时候呢 就证明煮好了 嗯 我们呢 把这个 猫糊糊糊糊来 快点再捞出来啊 对 因为呢 我们要把萝卜的气味 还有虾的咸度 都给它去除 好了 那现在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豆浆了 先不要放豆浆 还不能放豆浆了 来 来一点点水 再来一点水 来 我们要把这个姜 烹着一下 好了 实际上就一滴点水了 我们要把姜丝 用水给它烹一下 把姜丝呢 来 来 冲好以后 然后加入豆浆 现在再放个豆浆了 来 把 鲜虾 萝卜 放进去 好 好 加入一点点 盐 盐呢 一定要少一点 是 因为这样的话 都能够保证 如果保证 它的鲜美 来一点点糖 提鲜 给它呢 中火 焖一分钟 好 哎呀 这个汤啊 特别浓白 再配上这个红色的虾 白色的萝卜 咱们今天这个虾干纸萝卜 已经出来了 看这个颜色 真漂亮 白 绿 黄 春意昂然 没错 豆浆煮的虾干萝卜是既好看又好吃啊 这第一步呢 先得做虾干 锅里多放些盐 加热之后 把鲜虾放入 慢慢炒香 焗成虾干 然后放锅内 用豆浆来烹制 鲜香味美的虾干萝卜 这就做好了 哎 我相信这个菜不光光是老人爱吃 家里的小孩也一定会喜欢吃的 您一定得试试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虾干纸萝卜 我们明天再接着一起做菜 好 再见 再见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